大家好 我是QQ 我們今天會找兩個不同的文型 兩個的意思都不一樣 不過都很簡單 我們就看看找哪兩個文型 第一個是yana 前面是動詞詞書形 e形容詞 名詞 再跟yana 表示又是甚麼甚麼 又是甚麼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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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甚麼甚麼 即是列舉兩個有代表性的例子 然後暗示還有其他東西 我們看看第一句的例子 今月是report yana すげやなでひどく忙しかった 這個月又要寫報告 又要考試 超級忙的意思 即是說這個月除了寫report 又要考試之餘 可能還有其他 即是要溫習 或者討論一些報告 要做present等等 這裡只是舉了其中兩個代表性的例子 我們就用yana 它列出的事例 多數都是消極的 是一個口語的表達方式 至於今天第二個要找的文型 就是you ka nai 或者you mo nai 前面是名詞加no 或是動詞ます がyou ka nai 或者you mo nai 就是無法甚麼甚麼 沒有辦法甚麼 這樣的意思 我們看看最後的例子 自分でもよく分からないことは 人に説明しよう ka nai 自己都不太明白的事 沒有辦法解釋給別人聽 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個文言 要講的文言 就是以上這兩個 都不是很難的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記住在考試這個月 考試這個月 考試之前這個月 要做多些不同的試題 因為我覺得是最有效的溫習方法 我們明天再找其他英文法 如果你想找生子卡 可以去我的IG 如果你想看日本資訊 就去我的Facebook 我們明天再見 じゃあまたね Bye Bye